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怪以前外美国会在相会举行之前就将其列为主要看点之一 通过这篇讲话 董军防长向外界传达的信息用一个核心字概括 就是和 在国防部发布的500多次演讲信息当中 就先后出现了和平 和谐 以和为贵等词 这是中方一贯以来的立场 也是对追求和谐 热爱和平的亚太人民的回应 对比之下 在此前一天美国防长奥斯汀的演讲当中 处处可见的是威慑战斗演习 甚至大小鞋肉 扬言 美国军队仍然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战斗力量 印太地区是首要战区等等 董军在讲话中提到了三个不允许 包括不允许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损害亚太 不允许把地缘冲突冷战热战引入亚太 不允许任何国家 任何势力在这里生战生乱 这里虽然没有点名 但谁在地区搞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 又是谁在引狼入室 企图在地区生战生乱 地区国家心里都有数 值得一提的是 三个不允许的主语是我们 即不仅仅是中国 而是亚太地区人民不允许 董军又提到包括维护各国正当利益 正当安全利益 共创公正合理国际秩序 发挥地区安全架构作用 推进开放务实的房屋合作 打造海上安全合作点范 以及加强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在内的六点建议 极具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游戏强调了中方愿意主动推动建议付出实施所做出的贡献 中国始终坦坦荡荡 注重互利互惠 追求共同进步 不会去需要武力 也不会搞一个个小圈子 演讲当中有一个细节者的主意 在回答外访提问时谈及台湾问题 期间被主持人打断 董军表示 台湾问题是我们核心利益的核心问题 必须要先讲完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国军队的神圣使命 外部干涉势力图谋 以台制华 分裂中国 把台湾倚向兵凶战位的险境 那中国人民解放军必然要亮明态度 做好准备 坚决出手 捍卫祖国统一 既然一些国家反复在国际场合回销视听 中国军方就要以最明确最易懂的语言 回应他们 划出红线 当前亚太局势总体平稳 但并不算太平 台海南海局势令人担忧 就在本届相会前后 菲律宾被曝遇在仙兵礁坐摊 期待仁爱礁的军检人员之前还枪指中国海警 一些国家的高层在相会上发言 张口闭口就是规则威慑盟友 如今的亚太地区面临两种安全观 一种是地区普遍的安全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分歧 另一种是所谓的集团安全通过拉帮结派 或军备战来威慑他国 地区就当部分国家对此看得很清楚 他们厌恶选边站队 因为这不符合地区利益 更因为中国始终是追求和平发展的地区国家中的一份子 中国不仅是亚太和平的积极倡导者 也是知情合一 言行一致的守护者 这让地区国家相信 中国才是维护亚太和世界的长治久安 共同繁荣的同路人 好 本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